有网友转发来一个视频 某人把两个三角板捏紧 将一角浸泡进加湿器的水面下 然后将开关拧到最大 但水面没有雾气冒出来 而水下的塑料尺却似乎已经连为一体 接着此人把每个角都泡进水中 并将加湿器功率开到最大 最后拿出来一看 两个三角板居然被加湿器不动声色的焊在了一起 网友对此感到好奇 为什么把塑料片放进工作正常的加湿器里 就不能让水面喷出雾气 但塑料却被冷汗住了呢 要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加湿器的物化原理 一般来说 即使是一台价值不菲的 世界末日避难定制版贵族专用加湿器 核心就是一个成本一块钱的塑料装水盒子 加上一个两块多钱的超声波幻能片 再配个十几块钱的电路板 其中的幻能片是直径约两厘米的压电陶瓷盘 当电路板向压电陶瓷盘输送1.6至2MHz的交变电流 就会让盘子以相同的频率伸缩形变 并脉冲地推挤旁边的水 使水中出现以水的声速传递的疏密相间区块 也就是超声波纵波 只要能量足够高 向前传递的疏密区块 就会使水因高速震动而静压降低 低于饱和蒸汽压便空化成微小气泡 这些气泡在震动中不断聚集 只经过大约0.1微秒 气泡积累的能量就是里面的蒸汽重新凝结 于是空腔里变成真空 周围的水已超过每秒100米的速度 在气泡中心相撞 导致它缩中心的水压接近2000个打气压 温度接近6000K 水的密度会瞬间增加50% 而周然提高的水压 也导致此处产生了以若干被水中生素传播的球面激波 被波面扫过的水会在极具压缩升温中沸腾 又变成气泡 如果气泡在水面以下 就会遇冷坍缩而消失不见 而水面处的气泡则破溃释放蒸汽 在水面上方凝结成1至5微米的小水滴 于是形成了雾气 除此之外 水面在传递超声波而震动时 也会在水的表面张力约束下 形成运动的表面张力波 当超声波能量增强 波面振幅增大 波峰就会因加速度过大 无法继续通过表面张力 来牵拉此处的水滴同步下行 导致水滴由于惯性而突破波峰 向上抛出 因此水面会出现喷射而出的雾气 在加湿器中 激波物化和表面张力波物化 这两种机理同时存在 此时用塑料片覆盖水面 就会同时破坏这两种污化过程 导致加湿器无法喷雾 但水中的超声波 透射进塑料片里 会造成塑料继续传递 声波的疏密区块而震动 导致两个塑料片的接触面 在震动摩擦中升温融化 并在压力下融合为一体 因此塑料能在加湿器里冷汗 其实只是利用了水里传导的超声波 和水中的微小激波并没有关系 所以超声波焊机并不需要水槽 只需要通过超声波发生电路 将试电转换成几十千赫兹的胶变电流 输送给压电的陶瓷晶体 让它以每秒几万次的频率收缩膨胀 上下震动起来 并接上一个蝙蝠杆 它通过和换能器斜阵来获得较大振幅 最后套上喇叭形的焊头 将震动传递到焊座上的零件 焊接时焊头还必须向零件施加净压力 这样零件里超声波的波峰 在到达材料接触面时 就会因声阻变大 使接触面强烈摩擦而升温融化 并在净压力下充分彼此融合 冷却后就结结实实焊在一起 从工作原理不难看出 超声波焊机只适合焊接厚度较薄的塑料或金属 但焊接强度远比加湿器要高得多 感谢观看